孙中山手下能忍众多 问题的核心是,孙中山生前既没有指定接班人,也没有如清帝一样,留下立处遗诏,所有人都在等待一场夺敌之争,但此时党内无人会想到,仅仅一年后,党内后进蒋介石将成为最后的接班人。 用王岐生先生的说法是,可能蒋介石自己也没想到,这主要是孙中山对蒋介石的信任,孙中山身边当年有许多战友和助手,比如胡汉民、汪精卫、廖仲凯和朱直信,这四个人都是孙中山非常信任的人。 为什么最后蒋介石会成为孙中山的接班人呢?其中有必然因素也有偶然因素,就偶然因素看,他的两个重要助手,比如廖仲凯和朱直信,按照我们的眼光来说,可能是最好的接班人,因为他们都是左派。 但是这两个人都很早去世,胡汉民在早年得到孙中山的充分信任,但是后来在联合的问题上,和孙中山产生分歧,因此孙中山在后期并不很信任的。 汪精卫当时也是左派,在很长的时期内,他在国民党中的地位和声望都比蒋介石高,但是汪是文人,对于军队没有什么影响,其次,他没有毅力,遇到挫折和打击就跑掉了。 第三,汪精卫在政治上左右摇摆,更多的是个政客,身体也不好,蒋介石能脱颖而出有三大原因。 一,军事台华那蒋介石的脱颖而出,有哪些必然因素呢? 他在日本留学学习军事,是日本留学时,军人出身,手上有武装,这是他的重要资本。 此外,他是孙中山周围少数的,具有现代军事知识,受过现代军事训练的人,二忠诚于孙中山此外,蒋介石对孙中山很忠诚,他很崇拜孙中山。 比如,1912年,蒋介石自杀了当时浙江光复会的领袖陶成长,辛亥革命前,陶就与孙中山不合。 革命后,两个人继续对立,当时陶知道形势不对,就躲进了上海的一家医院。 晚上,蒋介石和另外一人爬进医院自杀了陶,多年以后,在蒋介石的日记中写道,我杀了陶,并未与孙先生谈过,孙先生也未与我谈过。 但受我相信,孙先生重用我与此有关,陶是个个性有严重缺点的革命者。 蒋介石自杀的,给孙中山除去了一个心头大患,孙中山当然不会命人去除掉头,但是蒋介石的做法,会让孙感到他的忠诚。 此后,陈炳明叛变,蒋介石一直随是孙中山身边,直至度过危难。 三,金融财阀支持第三个原因是,蒋介石有江浙金融资产阶级的支持,他们出钱,借钱,帮家发行公债。 我不劝,蒋介石有军阶,资金,再加上领袖的信任,这是别人没法比的。返回搜狐,查看更多责任编辑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